《人離鄉戰》 俗語都有雲,人離鄉戰,為什麼還會有人名呢? 在台東光明裡有一對四年前由香港移居到當地的胡勝夫妻 最近因為不滿意家附近進行的防信道路工程 當時向縣政府請願 直至上個月底他們當面質問負責工程的縣政府建設處長許瑞貴 竟然被對方當街露斥 你們香港人滾回到香港,罵你們的政府 這裡是台灣,不是香港 原來台灣官員是這樣對待移民港人 一言不合,就要趕走對方 當中反映的深層次問題 似乎根本沒有當過他們是自己人般看待 建設處長許瑞貴作為當地縣政府要員 膽敢公然叫人滾回香港 一來或者反映當地政府嫌棄港人麻煩 意見多多的心態 二來也可能是因為有民意的支持 才會這麼理直氣壯 畢竟早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 今年5月在台灣進行民調 一千名受訪者之中 只有三成六人支持幫助港人移民台灣 有兩成三人反對 其餘屬於態度曖昧 當主流意見似乎都不想更多港人來台 不歡迎新移民 地方官員又怎會對移民港人客氣呢? 台灣人不歡迎港人移民其實都不難理解 當日支持反修例風波的熱情已過 是時候回歸理性現實 當大量移民湧入 勢必影響他們的自身利益 例如職場的競爭 樓價被搶高等等 不要忘記 近年不少香港反修例的前線手足 都視台灣為潛逃首選地 誰又能夠保證這些違法分子去到當地 不會成為治安的隱患呢? 當日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大打香港派收割選票 大選過後就將示威者放在一邊 台灣所謂的援助虛無飄渺 根本都沒有具體方案 拒捕不少逃到台灣的手足 都因為沒有合法的居留身份而飽受之外 小字買不到電話卡 大致沒辦法租屋、打工幫保生計 蔡英文說要撐香港人 原來只是讓他們去到台灣自生自滅 甚至連居留權的問題都不敢觸及 即使手足想要完合法途徑移居台灣 也不代表台灣當局會放行 台灣近期提高港人來台門檻 加入政治審查 不但令審批移民申請速度極為緩慢 據台灣媒體報導 有在攬炒派喉舌香港《蘋果日報》工作過的人 一樣因為政治審查而被踢出局 政治理念相近的申請者都這樣 我想而知其他香港人又會是怎樣呢 現在台灣會落閘 當然是另有意圖 近日有台灣媒體報導指 台灣當局而修改法令 放諷港澳專業人士在台定居 台灣另闢途徑的香港專業人士招手 是看中他們能夠為經濟作出貢獻 給香港的手足移民 又能夠為台灣帶來些什麼呢? 經濟負擔? 無限的支持和照顧嗎? 反修例暴亂已經消散 香港牌已經成為過氣議題 政治上再沒有利用價值 蔡英文的手足不顧 是早已預料到的結果 為何要跑 消散 市長 你兩會 感谢观看